马英九总统今天宣布他的搭档参选人副手就是吴敦义 时间选在6月19号 因为19谐音就很像他的名字是英九 那么10点35分呢 这四个数字1035加起来就是9 是刻意的安排 那么马英九就说 因为吴敦义是从基层做起的 所以有被添敏人的胸怀 那么至于原来的副总统肖万长 将来有计划请他担任财经总规划 没让外界等候太久 总统马英九角株连任的搭档 就是行政院长吴敦义 我感觉出他有一种悲天敏人的情怀 马吴佩确定承袭 马总统坦言征询过多方意见 吴敦义的政治手腕和资历 让他却贫中选 尽管马肖佩只做了一届 但微笑老肖还是离不开马团队 我如果上选连任 一定还会请他继续担任 我的财经总规划师 我非常愿意认真地参加辅选的工作 马吴佩 我相信一定会马到成功 微笑老肖实现直选一届的承诺 把棒子交给了吴敦义 世代交替的意味能厚 就看马吴合体能在选战中发挥多大效力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